八位好久不见 可不是嘛 这毕业以后啊 就一直惦记着你们家这一口 这不今天咱们就来了嘛 是啊 这学生啊 换了一场又一场 但是你们这对金童玉女啊 我记得很清楚 就连今天点的菜啊 也都是老味道 你们这么场景啊 真的很难得 好好珍惜啊 好了 你们慢慢吃 有什么需要 丰富医生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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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那一味儿 嗯 你尝尝这个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炒螺丝吗 我记得那会儿啊 咱们连这个都吃不起 一周啊只能吃一回 还是等我发了家教育费以后 才能过来姐姐子馋 为什么突然来这儿 想怀旧啊 你还记得吗 大学毕业那天的三伙伴长 我曾经跟你说 以后啊 你得拿这个 跟我换个大钻戒 跟我换个大钻戒 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差点都忘了 这么久以前的事 今天干嘛呢 你还记得干嘛呢 没事 就是 聊聊天呗 聊聊天呗 又想干嘛 聊聊天呗 好 依儿 下宝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婚礼当天 跟你鲁器欠了别人的手 根据许下的鲁诺的承诺 到头来都成了一盏空 这个 是我现在为您兑现的 虽然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我爱你 依儿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对不起啊 崔先生 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爱我了 我的手呢已经没有位置留给你这个介绍了 我有了更好的选择 晴儿 你跟赵丹桥有爱情吗 这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 是你和你太太王露露 是否过得美满和幸福 我们已经分居了 我从她那儿已经搬出来了 晴儿 我知道 过去我伤害过你 但是当初都是我不好 之后我都会补偿给你的 咱们从头来过好吗 补偿 你怎么补偿 我受的伤害你补偿不了 这些是我全部的家当 都交给你 晴儿 后面公司还有一个很大的项目 我可以挣好几百万 晴儿 你给我点时间 你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办到她 给我点时间行吗 我真的不明白 晴儿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你还觉得我做的所有的选择 都是因为钱 在你选择跟王露的结婚之后 你没有想象过吗 我要怎么面对我的同事 怎么面对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包括怎么面对我自己 你没有关心过 晴儿 这些日子你没有我 就让你过得好不好 晴儿 我知道 当初都是我不好 是我伤害了你 但是你也不能拿着 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当儿戏呀 关键是你根本就不爱赵丹桥 而且兰桥国际很快就会打过领导 到头来你只会是人才两空 什么意思 反正你别管了 我不会让你嫁给赵丹桥的 我也不可能让你嫁到 这么一刚刚风子的家庭 现在你知道吗 如果这次我们成功的话 我们以后就是兰桥国际的 股东其他人都靠边站 但是晴儿 我需要你帮助我 咱们俩一起来完成这个计划 好吗 虽然 你已经疯了 我没疯 我这么做完全都是因为你 对 这么一样 好 分居这么久 再拖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这么多年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除了结婚证 你什么都没有给过我 因此 没有财产纠葛 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合约没问题的话 请你签好之后 寄给我的律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随便看啊 老板 这舒伯特的是真买的吧 对的 这个李云迪这是最新的吗 对对对 还有柴克斯基的悲创啊 笑儿 你知道吗 这张盘我找了好长时间 好多家都断货了 虽然 买两张就行 没那么多 行 这几张好说 这个柴克斯基的悲创 都已经断货了 我找了好多家店都没找着 你让我买吧 就你诉说那破音响啊 听不出什么好面试吧 谁说不是呢 来 需要拐脚那家音响店 我每次拿了盘都去那试音 光是也不买 老板才能管我 好了 学长 咱们毕业以后好好工作 以后啊 一起买一个最好的音响 真的啊 那到时候 在咱们家的客厅 摆一套最牛的音响 风上下雨天呢 咱们一边喝着风酒 一边听着音乐 我给你起一瓶 08年的P-Tress 08年的什么 P-Tress 全买了 我当葡萄汁喝就行了 来 老板 全买了 你什么时候懂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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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同学们喜欢 这样吧 今天我来买单 本来应该我们请你 现在换你请我们 而且法国大餐是世界西餐之首 这一顿请下来 估计每个人都得千把块吧 这没什么 托你的福 今天我这个当班长呢 可要大开杀戒了啊 点在什么呢 炖火牛 额根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是不是啊 香槟也不能少啊 这样吧 我们再多点点什么 还记得读过的课文 我的叔叔娱乐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暂时我这样 上学的时候还没备够吗 我看你们心里 都记着那个母粒 谁还会记着作者是为了批判 菲利普 小市民一家爱慕虚荣呢 菲利普 一家小市民爱慕虚荣 对不对啊 有点感冒 好 这样吧 大家难得机会在一起 我们喝一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天哪 灵芯 这么大的钻戒 得好几十万吧 多少钱我倒是不知道 不过这是我婆婆送给我的 这么大一颗钻石 起码靠百万 虽然当初为了五十万放弃了你 看 现在灵芯 手上随便带一下就上百万 灵芯 好羡慕你啊 你不仅嫁入豪门 你婆婆带你还像亲妈一样 命好 我说你结婚 虽然知道吗 当然了 我告诉她了 你们有没有听说呀 她和王露露正冷战呢 好像是要闹离婚什么的 所以说啊 人要沉得住气 当时她就是因为一时冲动 才失去了像我们另一心 这么好的女孩 怎么说 人各有命 对 不好意思啊 喂 王秘书 长安那个投资项目 要进化把提交号案给你 好 没问题 我尽快拿给你 真是烦人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 难得准备聚会 还要来打扰我们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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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芯啊 蓝俏国际可是上市公司啊 有什么内部消息 可得凑入给我呀 我最近股票亏得可惨了 这也是大家想请你出来的原因嘛 是啊 也好让同学们都发发财 就是 就是 你们还不了解我宁芯吗 大家都是同班同学 有好事情 我会不想着你们不 对对对 我就说嘛 宁芯是最好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这样吧 你们也看到了 刚才我有这么忙的事情 我今天就先走一步 不是 咱们这菜还没点 你就走 不太适合吧 没关系 你们想吃什么 尽管点 今天所有的账 全都记得我上市 这样可以吗 当然 谢谢了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慢走 慢走 有钱人 瞧她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羡慕嫉妒也白大 人各有命 我们不如把这一切化作食欲 反正她买单 我们这点些最贵的 对 对 服务员 菜单 来十份最贵的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了 完了 我要迟到了 你醒了 吃完早饭再走 我不吃了 我来不及了 你年轻人呢 就知道睡软觉 不吃早饭 年轻的时候没问题 到老辣 一生个毛病 我说爸 你就别咒我了 本来我身体还挺好的 被你都说坏了 对了 丹桥他妈说了 上次因为工作原因 没有时间陪你们好好吃饭 这次咱们中休节的时候 两家好好拒绝 你有钱就了不起了 现在想起来还一肚子的戏 你跟他说 不去 我说爸 我们两个以后关系怎么样 可都靠你们了啊 你们想清楚 老头子立不气 汐儿 他不去 妈去 你们俩好好商量吧 我正要迟到了 我走了 孙燃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有些话我想问你 你说 结婚这么久以来 你有没有片刻爱上过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有 我曾经试过想努力地爱上你 这可些 是因为宁兴吗 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七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虽然 他那么伤害你 你对他死心大敌 而我呢 我对你这么好 你摸着你的良心 问以为 为什么我就不能打动你 陆陆 我很感激你 在我最无助最狼狈不堪的时候 你替我解了围 也算是搭救我了 我知道 你一直在以你的方式在爱我 让我住着你的房 开着你的车 刷着你的卡 还给我安排工作 但是陆陆你想过没有 你在做这些事之前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有没有尊重过我 你没有 你知道吗 这么久以来 我从来没有一天是自在快乐的 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陆陆 我是个男人 我有我的自尊和我的底线 我不是你的孩子 更不是你的附属品 我不要听你说那些 你只需要告诉我爱或者不爱 虽然你知道吗 你所谓的这些自尊 在真爱面前根本就一文不值 很好笑是吗 我也觉得很好笑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自由了 你可以重新实行你的自尊 去找令星了 但是你想过吗 你的自尊可以随意地丢弃和重拾 而爱情了 你以为也可以这样简单地得到吗 很好 很好 你给我的 每个人都不要对自己的选择 为自己的决定买单 我王露露 为我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 你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 事事都能侥幸多吗 这是时候未到 你等着 有些人都可以用来 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要做的事 我做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获得自由和新生 我将重新追回那七年的爱情 雪儿 等着我 我不会让你嫁给张大乔的 我也不可能让你嫁到一个这么肮脏的家庭 肮脏的家庭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丹桥的父亲到底是谁 为什么从来都不提起他呢 聂心 想什么呢 我刚才在想点事情 这个是登陆公司高管页面的账户和密码 记住后马上销毁 千万不可以泄露 谢谢 老婆 你这忙我什么呢 去哪儿啊 去你那儿 你们都去过了吗 怎么还去啊 之前那只拍婚纱照 这一次是婚礼现场 反正都是最后一次了 老婆 你都怀孕了 行动不方便 要不然你别去了 没事儿 这化妆又不吃力 放心吧 老婆 我特担心你 要不然我跟你紧去吧 你看你刚出院 这伤还没好透呢 你呀 就过外带在家里 不要早时乱跑 我一个人没问题啊 老婆 我还是担心你 要不然你带上我吧 那要不然你送我到门口 那好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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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啊 是啊 我来吧 命星小姐 怎么这么难得啊 有什么丰富的吗 梁医生 您有时间接见我一下吗 当然可以 那这样吧 下班以后我去你的诊所 要不这样吧 你选个地方 晚上我请你吃饭 那怎么好意思 明明是我先约你的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 地点你挑 地点啊 我选没问题 至于谁请吃饭呢 咱们见面再说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 咱们马上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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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里面坐 哎呦 谢谢你们了 今天我来啦 哎呦 谢谢你们了 今天 嗯 花筋睡一会儿就好啊 哎 行 那我先把护照商收拾一下啊 嗯 好 好 林向 张总 麻烦了企划案做好了吗 哦 现在做呢 还没做好 太慢了吧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如果这次合作不成 到了年终咱们公司 财富外边会很难看的 你知道了吧 还有啊 大家伙的年终奖 就靠着这一单呢 张总 这个策划案我可以自己做 但是 跟Mainway对接 可不可以找别的同事啊 那怎么行 你赵总请点的 其实 我从Mainway辞职 现在要踏进去 我真的有新的阴影 而且 我很喜欢当导游 这个职业才最适合我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你跟Mainway的恩怨 那是你个人问题 对吧 你不能带到工作中来 赶紧把企划案做出来 知道了 Mainway的赵总这么气壮你 那批他同事也挺喜欢你的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他气壮我 他就是要给我找麻烦 是吗 女人的直觉挺灵的 我觉得他对你不一般 你别瞎说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就来你方案我工作了 好 叔叔 小婷啊 中秋节快到了 馨儿说 丹桥一家要和我们一起过 到时候你一起过来 叔叔 中秋节我不知道有没有工作 要是带团的话 我就没办法回去了 所以我今天提前告诉你 别安排工作了 哎呀 往年啊 中秋节我们在一起 今年 兴儿好事将尽 我们更要整整齐齐 一个不少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安排工作 今天要回去吧 好好好 就这么说定了 他还有人来参加 哎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们做长辈的 说话得有分寸 这个孩子 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 他是什么样一个孩子 我最清楚啊 我怎么没分寸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和未来的姐夫手拉着手 这么暧昧 要不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早就一个耳朵扇过去 真是白眼汤 你胡说什么呀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还口口声声说文艺战士 我看你啊 就是个小市民 你再胡说八道 我对你不客气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你说 我小市民 他做得不好 你还袒护着他 我小市民怎么样了 我养货你们全家 还养着这个白眼狼 这个拓又皮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高贵 你整天拿着个书名机一一啊 你倒是给我吼两声嘛 文不文 武不武的 自命清高 哎 你干什么呀 我今天就高贵你看看 不做你的保护 做适合唯一战士的事情去 午餐你自己解决 你不收 我不活了 看 自己玩 吃 我微笑一下 你看一看 现在气色特别好吧 你这些化妆品用的都是什么品牌 哪里产的 我这皮肤用练织的化妆品 可是会过敏的 你这一些 好像都没看到过呀 我这皮肤用练织的化妆品 您放心吧 我的这些啊 都是非常专业的化妆品 法国的一些牌子 确实是挺好的 但实际上呢 它是用白重人的那种 肤色调制的 所以并不是非常适合咱们的 小鲜 我没吃到吧 我的米大小姐 你今天可是伴娘哎 你这脱颜织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 我 我这可是掐掐点来的 真漂亮 哎呦 不帅姨 今天可真好看呀 好嘞好嘞 不要再取笑我这个老太婆了 哪有取笑 你看你这衣服的颜色 颤内凝盛 又优雅 又大方 简直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贵妇奇卷 你这个小嘴呀 啊是涂了蜜呢还是抹了油啊 把我呀都哄到云里屋里去了 哎呀真是可惜呀 你爸爸妈妈还在周游世界呢 不能来参加小鲜的婚礼 真的是太遗憾了 哎呀他们人虽然不能了 但是礼还是要到的 祝我们小鲜哪新婚快乐 永远幸福健康 哎呦好好好 我先收下了啊 嗯 等到你爸爸妈妈回来呢 我们再请他们 啊好好好 那我现在啊就代表我们全家 谢谢你爸爸妈妈了 嗯客气沈姨 哎我们那边还有很多客人了啊 我要先去照顾一下 好你们聊吧 好你们聊吧啊 沈姨你忙你忙 小德你怎么在这啊 你小姐 你都这个样子了还出来干活啊 赚钱不要命啊 你认识他啊 哎呦 这不上回我那个也是他画的妆啊 不过小特给你画这妆 真好看 特别大方 美丽 本来就美对吧 嗯 今天你最美你最美 怎么了 赵总 又没有来 也不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他这好几天没来 我这这些文件啊都积压成山了 失恋了 电话一直处于飞行模式 像他这样的工作狂 肯定是遇到什么烦心的事 公司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我可是每个月要换抗袋的 如果出了问题我可咋办啊 别瞎说 你可别在这散播这些蛊惑人心的谣言啊 我告诉你 要是动摇了军心 赵总会来看你怎么收拾的 行 那我先过去你快点啊 好的好的 小的 小远的伤怎么样了 好点麻烦了 嗯 好多了 在家休息呢自己 嗯 嗯 对不起啊 都是我惹的货才害小远受伤 本来这医药费该我来的处的 不怪你 志愿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 看到别人有难总会去帮他 哎 你跟那个小鞋很熟吗 嗯 不太熟 那你这是干嘛呀 挺着身孕还上门服务 吐什么呀 这一下午花车还外景拍照的 你吃得笑吗 没事 撑得住呢 嗯 行吧 嗯 嗯 嗯 灯桥 你怎么来了 坐吧 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我听说你特别喜欢喝咖啡 我什么都不想喝 想不到张先生还真是有情有义 为了十年的婚姻 把豪华的别墅留给了前妻 怎么你想赎罪吗 那瞧 今天我见到你特别地开心 开心 我也挺开心的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的见面会如此的理智和冷静 嗯 我曾经预想过很多次父子重逢的画面 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 抱头痛哭 互相倾诉 刻骨铭心的思念 难道不是吗 但瞧 生活不是影视剧 是吗 可我怎么觉得我们的生活 比影视剧更加富有戏剧性 曾经我的客户 张先生 居然是抛弃我二十六年的父亲 这个城市有上百家旅行者 为什么偏偏找到麦威 不要跟我说这是巧合 但瞧 生活真是很奇妙 你程阿姨找到了你的公司 我们就这么意外尴尬地相见了 出来了 晓得晓得快点快点 好多人在外面等着呢 嗯 好的来了 有点脱妆了 给你一下 还差了 稍稍等一下 结婚那儿漂亮 漂亮 漂亮的这儿啊 可以吗 好 先坐下 晓得 你赶紧过来坐会儿歇会儿吧 快坐快坐 我看你这一整天挺累的 你撑不撑得住啊 没事儿 撑得住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不能半途而废了呀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 我确实是为了孩子做打算 你也知道 像我跟智远现在这个情况 学区房肯定是买不起了 今天这个机会很好 所以我必须得牢牢把握住 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什么起跑线不起跑线的呀 你看看我啊 从小到大上的都是名校 那又怎么样呢 你再看小贤吧 她妈妈那么能干 从小到大上的也都是好学校 她妈还给她弄进那个重点中学 可是每次考试都是全校倒数第一 她妈怕她学习压力大 直接送到国外去念书 可是呢比她第一两届的都毕业了 她连预科都没过 这不还不是乖乖地回国嫁人 是因为你们家境太好了 不知道珍惜罢了 小德 其实我特别羡慕你 觉得你活得特别有目标 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倾尽全力地付出 你真是个好女人 好妻子 以后也一定会是个好妈妈的 怪不得小远那么珍惜你 其实我也没有你说得这么好 只不过内心平和的话 看东西也都是平和的 所以就不在乎那么多了 你看你这恨流的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既然已经答应别人了 就要坚持到最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路上有点堵车 让你久等了 让美女在这干等着 整事罪该万死啊 没关系 谁说男人就不能迟到了 和宁小姐约会就是这么直白 毫无压力 真好 约会 你别想多了啊 约会呢 不特定只情人 朋友 同事之间的相见也可以称之为约会 杨医生 看来你今天一定是没什么病人 所以把好口才全都用到我身上了 那也说不过你宁小姐呀 好了 你想想今天想吃点什么 还真的让你请客呀 行 怎么说你马上就要成为蓝条国际的媳妇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点最贵的 没问题 其实 这四年来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的消息 你出国留学 还有你女朋友发生意外 回国以后 你没有到你母亲的蓝条国际 而是自离门户了 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关怀 这份父爱还真是奢侈 这份留意也是为了赎罪吗 我 我不知道现在该称呼你 张先生还是赵先生 是不是你坏事做多了 需要隐姓埋名啊 但瞧 有些事情呢 以后我需要慢慢地跟你解释 慢慢解释 二十六年的时间还不够慢吗 如果我不来找你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丹桥 对不起 你说什么 对不起 对于你曾经的十年婚姻 你说不要就可以不要了 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二十六年的罪过吗 你知不知道这二十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爸 父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个问号 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父爱 周围的人都像我是一个野孩子 你知道吗 我还以为你抛弃弃子 远走高飞 过得逍遥快活 想不到你在这儿 你居然离我们这么近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我不知道你跟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你 我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对于我的内心 还是会继续做一个美梦 给自己找一个失去父爱的理由 你耍了吗 也许发现一下 你心里能好受一点 不过丹桥 你已经长大了 以后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应该 有所担当 今天菜色怎么样 不错啊 丁小姐 吃人的嘴软 说吧 有什么要吩咐的 只要我颜柳做得到的 赴汤蹈火再做不辞 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 不过 我确实有事找你帮忙 你先别说 让我猜猜啊 这件事 肯定和赵丹桥有关是吗 真不愧是心理医生 是这样子的 我和丹桥交往也有段日子了 但关于他的某些事情 我还是一无所知 他自己也不愿意提起来 比如说 比如他的家庭 特别是关于他的父亲 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 我这才刚刚帮他找到了他父亲的下落 你这就赶上来了 找到了 在哪儿 你说奇怪吧 就在这座城市里 是吗 在同一个城市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的失散呢 难道他父亲真的不愿意跟他相遇 是这样的 我听到了一些不虑他的谣言 是关于他的出身 当然了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谣言 从你表现的犹豫 至少你相信了一部分 林小姐 我问你个问题 你爱丹桥吗 当然 如果你真的爱他 那不管丹桥出生如何 你应该相信他 支持他 丹桥失去父爱 整整二十六年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流言蜚语当中成长 爱之深 痛之切 虽然 他非常痛恨 当初他父亲抛弃了他 但他的内心也渴望得到父爱 只可惜 他现在有机会 可以和他父亲相见 但是与丹桥坠降的脾气 他只会做出一些极端 或者相悖利用的举动 去责备他的父亲 而不是选择轻易地原谅他 杨医生 这样吧 你把他父亲的地址给我 说不定 我可以化解他们之间的恩怨呢 你 你看 我很快要成为他们家的媳妇了 坦白说 我也希望在婚礼上 得到他父亲的祝福 而且我相信 丹桥也是这么想的 对不起 喂 哦 红总啊 好好好 一会见 嗯 丹桥 我和一个客户有相约 有些事 我们改日见面再聊 不管怎么说 我们父子一场 可以说那四年是我最幸福的四年 是谁打破了这个美梦 好 回去问你母亲就知道了 回去问你母亲就知道了 我 去吧 美小姐 谢谢你送我回来 对我客气什么呀 我之前也没少给你跟小远添麻烦 要说谢的人应该是我 那天在环端店里面 实在不好意思了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气话 其实我是真的喜欢小远 他善良 体贴 乐于助人 不瞒你说 我对他也表达过自己的爱意 可是他心里满满的都是你 根本装不下别人 现在看到你们两个那么幸福 我也就死心了 小德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谢谢你这么坦诚 过些日子我就要离开这了 去找我爸妈了 这么突然啊 今天看到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为你们没有出生的孩子 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不过你们一定要幸福啊 不然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要不然在你引走之前 我和志愿请你吃顿饭吧 给你送送行 不用了 相见不如怀念 嗯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了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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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咖啡呀 他提神呐 好 我带你去个好爱的吧 别别别 我还给你回家 你给你别走啊 你说的是什么吧 你一个大男子 这么欺负一女孩 小远行行的 来人了 来人了 抠我杨柳 喂 半小时内 老的地方见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林小姐 我要回趟诊所了 有个病人等我呢 没关系 你先去忙 谢谢你给我的地址 我改天就去拜法 在哪里 出来见一面 我都知道了 少爷 你怎么了 行了 行了 哥们儿我也是有生活的人 能不能给我自己留点空间啊 我没人让你出诊 我是叫你来喝酒的 得了吧 每次约我吃饭 不是吃到一半跑路 就是这后半夜把我找来 替你这醉鬼诉苦 你也算是很高傲的人了 你怎么现在弄不弄 就这么婆婆妈妈的 总是借酒消愁 能不能诊出点 其他什么花样来啊 来吧 好酒吧 好酒吧 黑格尔教导我们 珍惜好酒 就有如啊 珍惜生命 这么低端的句子 一听就是你杨柳制造 你有意思吗你 说吧 这后半夜把我找出来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答的 不不不 不需要 人世间有太多意外 谁又能说得清楚 你能给我什么答案 丹强 你现在这种状态啊 是极度的消极 充满了负能量 不可取啊 不可取 我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告诉我 当然是从土里来 回到土里去 咱们哥俩之间啊 就不要探讨这么深奥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过好每一天珍惜当下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别想那么多了 你知道吗 我以前看过寻亲的节目 寻找自己的父母 寻找自己的兄弟姐妹 有时候要找一辈子 我真的很同情他 突然有一天轮到我赵丹桥找父亲 你和你父亲见面了 见了又怎么样 他除了默然还是默然 没了 他居然没有 没有一丝的内疚和悔过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我甚至怀疑 我不是他亲生的 别胡说八道啊 行了行了 你今天也喝得差不多了 我送你回家吧 别别别别别别啊 陪我喝酒嘛 直到我喝醉了行不行啊 忘掉一切 我才不陪你喝呢 你酒量那么好 就我这点酒量 我还没喝醉呢 我一会儿喝醉了 你还清醒着呢 再说了 即便是你今天晚上喝醉了 什么事情都不想都忘了 可是明天醒来你照样 还是要去面对的呀 是啊 这都是上天的安排 该面对的还得面对 那就喝吧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呢 干杯 夜宵来喽 有了 这都说了 你最爱吃的大虾你看吧 现在酒吧不是还没打烊吗 你又这么早回来了 我不是怕你饿吗 再说了 酒吧有我没我都一样 不行不行 我还是得赶紧找个地方 别老打扰我的生活 不许这么说啊 哪儿都不许去 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待着 中秋节快到了 有什么想法啊 我希望旅行社给我一个团 让我走得远远的 要不然 你跟我一块儿 去我爸妈那儿过中秋怎么样 到时候再说吧 来 谢谢你东西 我给你拿筷子啊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 这么散步真好 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以前了 虽然 我约你出来不是为了许久 你上次说赵家是肮脏的家庭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熙儿 我知道 你跟赵丹桥在一起 无非就是想报复我 对吧 但是现在我跟王悟入已经离婚了 咱们可以重新开始 虽然 你什么时候 才能够不那么自信 你给我造成的伤害 不是这么容易 就消失掉了 好吧 好吧 我告诉你 赵家和冯俊瑶家族 有着说不清理害乱的纠葛 从冯俊瑶透露的意思来看 赵丹桥他是个私生子 胡扯 雪儿 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不管你信不信 一场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劝你赶紧出身人出来吧 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你怎么查 你从何查起 我从他父亲那里查起 我知道他父亲的住址 怎么可能 雪儿 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在找他 都没有找着 他肯定已经不在国内了 他一直在这个城市 只不过他改了名字 叫张志伟 所以丹桥 才一直没有找到他 时间不早了 我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 冯总 我有个重要信息要向你汇报 是关于赵丹桥父亲的 书冬先生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宁愿我们没有见过 还能保持以往心灵的依靠 如今我什么都失去了 最重要的是 永远失去了你 我 又该去哪里寻找快乐的世界呢 又该去哪里寻找快乐的世界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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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